哈囉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要來打什麼肉片 就是這個二行程已經快要被政府趕到那個末班車了 然後白同學今年一年一度的驗車又開始了 白同學來打這個私人車庫的大輝師 來你先看一下 一二三四 這台是克里是我們私行程一起的 他那個是下一位的受害者 我們開始來介紹 你對焦有順喔 來攝影師過來一下 這個這台是我助理的 然後他已經這台已經 團服驅走那個斷掉已經休息很多年 所以怎麼講他可能後來也是只是要走去報廢 翔赫的旅圈然後TT91的那個 T92 T92的熱龍台 這台也是改到很多年 他現在是後來先改回原廠 對啊 來拍一下 交給我吧 來 我要運鏡一下 他大概就是生成這樣 後面那個翔赫的旅圈 來 啊這台 來 攝影師麻煩掌鏡一下 我就要轉一下 這台就是我的那個水潘埔IG 去年拍那部影片 沒想到這麼快 又到第二年了 等一下要去驗車 後來我會把那個水潘埔修好 因為二星城以後的進區 到底不知道進得多誇張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去訂那個手機架 要放上去 車都精力好水潘埔弄好之後 也要開始去什麼阿婆灣 去哪邊拍一些那個二星城的影像 那些視頻 讓網友可以看 流傳在那個Youtube 常常流血 因為我覺得 他早晚會被禁的 但是 就是怎樣 順其自然 他都學心態就這樣 因為說這個我已經沒有在騎 但是沒有在騎 我也是要為那個二星城的人 發聲一下 當然有些環保人士在那邊嘴說 啊那個應該停 你不要看出去 來 這一台也是我助理的另外一台那個 原廠車 然後他就是開上下班 也是在騎 後來他 我幫他網拍買了一台那個 什麼 不知道 XX X110 他有換那個儀表那個 我就是 這一台車 我後來就是把它改那個半週的 改的時候 因為很多東西排氣完 那些還沒有用 但是改了也不會騎 就是主要分享這個二星城 如何改裝傳承的同時 他雖然是後來會被進 但是 這個二星城的精神 我們是把它保留著 來 那這台 這台 剛才剛才 我們七仔在騎 他陪他上山下海 但是他現在 怎麼講 也是法規問題 他可能會掛掉 但是驗車是會過來 但是後來 可能就是 當個雞天 因為人生第一台摩托車 就是這樣子 你看天空下的炸魚 他在靠 天空不會在靠 靠岡台灣政府 我們來摸這櫥 好 來 然後這台就是 四星城的 它應該是算一級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 二星城 產足完之後 四星城第一批 它就是受害者 情況捏 好了 等一下要去驗車了 下雨了 先這樣子繼續囉 來啦 現在我們就是 一年一度的發動 要去驗車 然後發動的時候 那差不多打幾百 那個部分我就省略了 我就直接跳到那個 發動好之後 要出發 好 來 要發動 把我雞尾抬下去 一年沒動了 老人家 他到現在要發動 穿得好 但是也是做一個動作 弄一下 你看 你看 屁股被打得好 大概要踩五十下 齁 停住 大約踏了四十下之後 開始有生命跡象了 哇 剛開始 那個油還沒過去 也要被吸被吸 齁 就像這樣子 齁 這個時候 香料要關掉了 它油門 稍微收 可以浪水嗎 先燒台 要去驗車啦 齁 終於讓我發動了 事實上它也是很好發動啦 對啊 啊 後來要去阿婆灣這個 輪胎 我要把它換熱龍胎 齁 它這個風扇都掛了 你看 因為裡面電瓶完全沒電 好啦 出發了 來 一年度驗車 緊張時候開始了 齁 來 來 那攝影師看別人來去 來 等一下 等一下那個 因為我現在水盤不壞掉 不能代數很久 OK 一級 那個 2T的那個 它的PTN在驗齁 跟一般市集的不太一樣 當然 你如果說 2T的車你要擠 你也是要去保養 要不然的話 你如果外面真的驗很 或是造成這樣困難 阿百通學這一台 車況是鋪得很好 會有符合那個 會有行程的那個 最基本的標準 齁 來 看這數據 我過了 阿剛才你說 阿電確定齁 阿 你 給你電一下好了 齁 就 數字就是這樣子 齁 當然你是要定期保養 才有可能會過來 對阿 好來幫你 好 檢驗完成 會關掉了 要不然你看 來拍這邊 這個水幫浦就是要修 要不然它就一直 那個會滾 對阿 齁 來 我這水爪 這個影像很熟悉 去年就這樣了 阿水幫浦是在這裡 在這邊 對阿 我驗暖回去再修了 好 老闆謝謝 謝謝 同學 驗車衝驗好了 我來發表一下感言 對阿 同學 節目最後趕快來轉一下 這段期間 我大概也拍了很多YouTube影片 然後 汽車 機車 DIY的都有 然後 就是因為最近那個 空汙法 什麼三毒通過 我之前有嘴廢兩部影片 我來想要發表一下 這段時間 同學在那裡熱烈恢復的感言 很多同學都會誤會說 只是說這一次好像是針對二行程 有的說什麼 那個是 沒有說空穴來風怎樣 怎樣適合傳言 白同學看完差不多兩三千風的留言 我大概在這邊結尾順便整理一下 這個空汙的部分告一段落 首先阿 二行程的車 講真的 你如果說 要騎的話 你要去定期保養 要不然的話 你路上很多煙 你真的是會造成人家困擾 雖然白同學現在沒有常在騎摩托車了 就一年發動一次 然後平常的話大概都是開車為止 但是 白同學也是都在二行程 我看那時候二行程的一些 車主 他們為了這事情 真的大家都很頭痛 我也覺得 看得很不捨 也是要來發聲一下 當然阿 這一次的法規也不是說針對二行程 因為他後來四行程 他那個標準直接拉下去 包括四行程一期的 後來二期三期 那就是一時類推 慢慢斬首 對不對 阿當然很多同學也是跟他說 我不要去吸你的那個煙 當然你是沒有那個 義務來吸那個煙沒出來 但是你說用這個角度來說 沒有燒到你的腳就不是你的事 那我白同學沒有抽煙 那全世界人不是都不要抽煙 因為我不想聞到二手煙阿 但是白同學的心態是這樣子 你抽煙的話 你就去吸煙場所 你要怎麼抽 你家的事不要妨礙到人家 但是你會說二行程出來 我會聞到 沒有辦法 空間是大家互相的 阿但是 你看外面 如果說車子那個煙一大堆 那有的老人 我說二行程都沒有去保養 外面都轉煙 那個不修的話 是真的很誇張 阿所以白同學 以很中意的角度 分析這件事 阿因為我也沒有希望 我同學有這個在比戰 環保是好 但是它不要過渡 阿因為為什麼這一次環保事件 打的人民這樣反彈來講 因為它就是針對十年車 阿有些就說那個是什麼 謊言在那邊傳 我在這裡說這個東西 十年我跟你講 哇你硬的櫃也是一樣 可以開市很公平 但是技術性的 把那個環保標準提高之後 我就像我講的 你老人家 你用年輕人的標準去跟他檢視 每個老人都要脫去氣切 那是真的 一個 我們沒有去觸碰的話題 但是怕在我們堵住 我們必須要去面對它 當然白同學的心態 是像說 順其自然 因為你又怎麼反應 政府如果不鳥你 你也沒辦法 那就是白同學的 後面要講這個 後續的話 二星城的系列 我會盡量是找時間把它拍完 它有很多部分沒有拍 雖然它已經 已經沒落 快要絕種了 但是白同學也是要把這些影像 傳整給下一代 我是覺得這樣 等一下 頂了 對 我是覺得這樣子的話 拍這個影片下來 流傳下來才有意義 當然 有一天 四星城也是會遇到這種問題 你以後 假使說 都電動車啊 他也是會幫你創作 來 五年的電動車 之後 它的需電量什麼 變少了 就要強制淘汰 也是規定要 三年以內的電動車 今天是幾十類推 所以 台灣 現在 人民要同心 不要再分什麼 二星城 四星城電動車 同心來面對政府這個政策的問題 因為那時候政府的政策 如果說 過度的話 我們人民要有適當的反應 那才知道我們人民是一個債務 這個政策的問題 政策就像 一碗海鮮湯 我再轉一下 海鮮湯 你很好喝 但是它很 很 很 很燙 它很燙 你如果說 海鮮湯一個好的政策出來 你慢慢把它吹 慢慢慢慢降溫 可以慢慢喝 這個政策速度慢慢跑 用這個理論來 用 用在那個 二星城 四星城這個運車上面 最好不過 就是你 時間上慢慢淘汰 你不想騎的 你就自然會去換新車 你空污 你覺得說 你這台車真的煙很重 你也不需要修理 你自動會去換車 或者是你都不換車 都OK 但是 像我們這些熱愛 收藏的這種東西 二星城的車 我也是把它放在家裡 我們很少再騎 但是很多人會說 啊你就在家裡收藏 不要開出門就好了 我講真的 不要講這種風涼話 有一天 燒到你的話 或是來拍手 但是我們覺得 這樣不是我們要走的方向 大概後面 就是 補充的比較 籠統比較廣 希望同學能聽得下去 節目最後 記得如何 訂閱白龍雪地下教室 拜拜